這個戲呢,並不容易做 為什麼呢? 因為呢,通常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溫柔的啦 比較感動的戲 但我們是要做個冒險的戲 冒險的戲其實還真不太容易 險,但不能夠恐怖 很像我們這中間會有妖怪 有女妖 我們前幾天在拍呢 拍到那個演 其中的演女妖的我們這個 演藝文小姐說 欸!這樣太恐怖了 我自己都會怕 我說你神經病 他自己來想 他自己演了還會自己怕 也要考慮小朋友會不會向流 到時候呢 台上有大海洋 台下有小海洋 那就不太好 所以又要比較輕鬆 驚險 但又不能恐怖 但是呢,如果說太平和了 比如說沒有冒到險 又不太行 所以又要冒險 所以說我們又會到海洋底下 到海洋底下的這個美人魚 又要跟他們有點緊張 那美人魚又不能光講話 所以我們要想要怎麼讓美人魚呢 要把他們吃掉 或者還考驗他們 所以說我們這個稿子呢 回到我們十年前 如果有人去看也十年了 十年前第一部戲呢 叫千禧蟲蟲力寫記 做了二十三個稿子 搞到最後呢 大家都跟我翻臉 那到現在呢 十年之後 又回到原點的感覺 沒有沒有 可是大家沒有跟你翻臉 對對對 感覺到這就是十年的累積 大家要一起幫我 所以剛才呢 總監說 這次的這個故事 其實並不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的 我們就像一艘 去尋找寶藏的海盜船 我暫時呢 做一個舵手 但是全部的水手 每個都很重要 我們正在航向一個未知的 一個一個結果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這個戲的寶藏 但是呢 這個過程中 當然非常精細 而我們正在團結的去 一一的克服所有的困難 包括中間 我們在舞台上 要怎麼呈現 島啊 然後船 兩船還想要交戰啊 交戰的時候 希望炮彈還能飛來飛去啊 還要人盪來盪去啊 這些我們都還正在處理當中 那如何碰到了漩渦 如何出現讓全場小朋友都驚訝的海怪 又不能夠說 只有在台上弄那麼一下 能不能到台下 那到台下 會不會又把他們嚇得出現小海洋 我們都在不斷地克服這中間 各種恐怖的困難的阻礙